世界日报优视频的观众朋友您好 您有没有来订阅优视频呢 You 就是英文字的优优视频 如果你有优视频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非常精彩的节目 包括了我们这个美食不打羊 你就知道该吃什么 什么地方的菜最好吃 哪儿给你找到你所喜欢的月饼面包 真的找到这个月饼面包啊 我相信早期的移民都知道 那么台湾的这个面包西点真是举世闻名 而月饼呢也是一样 可是以前真的吃不到 可是你知道吗 在二十几年前呢 在哈西安亥斯开了一家 这个糕饼店真的风靡了整个洛杉矶地区 而现在它已经有八家店了 遍布南加州各地 今天呢我们就实际到街街小雅屋 来为各位寻宝寻月饼 这些呢就是每逢中秋节大家想吃到的月饼 真的啊 我觉得中秋节就是一个抬头放明月低头要吃月饼 是是是是而且是今年特别的状况所以大家可能在家里比较固解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真的哦 一个中秋节本来就是个团员的日子 刚好就去家就还在那边团员 团员就一定要吃月饼 可是现在好像已经有这个团购了 對 我們最近出了一個新業務就是管購 那它基本上就是我們畫了43個程式 在不同的日期會出或者是客人家裡 然後是免運費的 哦 免運費 對對對 所以只要加我們的賣 或是參加我們的領書 上面都會有詳細的資訊 差不多現在的商品35樣 哦 有35樣 35樣左右 可以讓客人在商品直接訂購 然後送給他家 那我們談到這個月餅 其實每一年呢 今天想要給他推出的從台灣來的婆婆 一看就非常非常親切 什麼綠豆粉啊 什麼蛋黃酥 可是我今天忽然發覺 也好像今天多了一個這個 這是哪一種小月餅 這個就是最紅 亞洲最紅的奶荒流星月餅 它切開來裡面會流出來一個流星的那個奶荒的味道 是言成旭做的 嗯 流星花園 哈哈哈哈 我們來看看裡頭是不是有流星 哇 果然呢 果然流出來流沙 是是 它真的是流沙的月餅 有點像就是像養叉 吃到那種奶黃包的概念 其實是類似的 那其實裡頭就是奶黃是嗎 對 它其實就是一個特調特製的奶黃 那其實月餅 月餅怎麼講呢 它其實是有一個 廣式月餅是有回油的一個概念 它要把那個油釋放出來才會好吃 所以像我們每次在烤廣式月餅 其實我們都烤出來的時候不能馬上賣給客人 因為穿硬硬的還沒有發油 過兩天差不多24小時到48小時它就開始出油 出油它整個餅皮全部都被油性釋放出來 那時候是最好吃的時候 我迫不及來想要嘗一嘗 好 好不好 我來嘗嘗看 讓大家有吃到 非常濃郁的感香味 很甜 不像一般的月餅 一般月餅的話 你會覺得 你的肌肉畢竟是比較硬 不像這個 好像吃新鮮的一個 麵包或者新鮮的一個 辣植子這一類的 這是比較新奇的一個款式 那其實它這個皮也蠻特別的 它不是普通的這些酥餅皮 或是寡式皮 它是有點採取日式的果子皮的配方 難怪 所以它有點吃像羊果子那種 類似那種口感 對 而且很鬆軟 非常的鬆軟 當然這個就很可以說 是你非常的基本款式了 這基本款式 我們傳統的款式 從豆沙蛋黃酥 蓮蓉蛋黃酥 棗泥 綠豆碰 我們綠豆碰有出小的 那今年我們也特別再出一個 新的台式酥餅 它叫做鹹豆沙蛋黃酥 其實我們平常在吃豆沙的時候 它帶甜 所以我們今年 我們就是特別出一個鹹口味 它其實它吃出來有點像 綠豆碰的口感跟味道 它只是特別又加了一顆蛋黃進去 讓它更濃郁 其實在這邊大家吃過這些 小小屋的蛋黃酥 那大家都知道 可以說是早就是遠近馳名 哇真的你可以看到這個蛋黃 好漂亮啊 對 回到了台北 好吃 會受歡迎 一定會受歡迎 因為啊 它不是很鹹 它是淡淡的一個鹹 可是呢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 甜的一絲絲甜的感覺 對 這些小小屋呢 其實啊 在開業的時候啊 第一天呢 就跟我結緣了 我第二天就去了 那時候其實是媽媽 媽媽 對 那時候媽媽在管理 跟她爸爸在管理這個 他今天還什麼 還在頭一家 可是到現在已經有十家了 我們1996年開現在是八家 目前八家 分布在 分布在全部的南加州 夏威夷也有一家店 夏威夷也有 對夏威夷也有一家店 你知道我也很多親戚朋友 從Vegas每次來 必定叫我幫他買一大堆麵包 然後帶回去 是是是是 這點很重要 有很多大家知道 這些麵包或者隔夜之後就會很乾 對 可是你們這個麵包 真的就很常台灣人 對 所以製法很重要 再來就是它的成分也很重要 不管是水 麵粉 油分 它的比例要抓準 它就會保持軟 是 包括你看你們現在所推出的 中午這種便當盒 這便當盒也是廣受大家歡迎 我們就看看你們這些 中午特別為大家所製的 如果大家中午想在辦公室 沒辦法吃飯 到這邊買他一個中午的特餐 便當盒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們就來看 我們就來看 這就是比例剛才講到的 這個便當 這個便當 你說是在什麼時候特別推出來的 我們疫情的時候加強了這一塊業務 當然是早上十點至下午兩點 那為了保持新鮮 我們是陸陸續續做出來新鮮的給客人 你知道嗎 你這個排骨飯每一次我來吃 其實我都會點這個排骨飯 因為排骨飯很像台灣鐵路便當的排骨 是是是是是我們的特別配方調製的 然後除了我們的醃料特製的以外呢 其實他肉的部位我們也很挑剔 我們特別是選 center cut pork chop 那他是一個就是比較是特級的 的排骨 所以他的肉像剛剛提的就是有層次啊 肥啊 瘦肉都是比較平均的 那當然我們還有更好吃的 很多比較健康路線的 像我們的鮭魚便當 輕魚便當 就是也是受很多人喜愛 鮭魚便當 那旁邊這個盒子比較小的這個 是不是就比較高級呢 他基本上我們其實是回顧給客人 因為他份量變小了嘛 他單價當然也會跟著下來 那就是因為我們發現有現在都是比較 要輕負擔的概念的話 他們吃的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特別出 特別出一系列就是小比較小型的便當 難怪我胖的原因我告訴你 我最愛吃他的控肉飯了 我的天哪 這控肉飯就讓我想起台灣的控肉飯 打開一個好不好 讓大家瞧瞧你頭 究竟長成什麼樣 我相信很多國內來的朋友 也許你不太了解這控肉飯啊 其實控肉飯就是用什麼肉 五花肉 他就是挑的我們是從丹麥進口的五花肉 當然不是我們自己的廠商特別找到的 然後在這個概念上 他基本上就是層次 他的肥肉跟他的瘦肉的層次一定要有 我相信在洛杉磯 凡是吃過你們家這些的 絕對都是回頭客 為什麼呢 但是至少我都懂 尤其是從台灣來的這些朋友們 好我們再來看看你的麵包吧 好啊 Billion你剛講的這個團購 那你麵包有沒有團購 有我們基本上麵包蛋糕什麼都有上去 那基本上是採取一個set一個set的組合 那我們都是取我們 就是採取我們賣的最好的這些項目 像菠蘿奶酥啊 蔥花麵包啊 其實我們就是看我們的銷售 知道客人喜歡吃什麼 特別把它組合出來 那你現在這個 所謂你們的油購團購的話 你們最遠到什麼地方嗎 其實我們近期已經開始要往 聖地雅哥的團購那邊去了 甚至還有千項就是 Dousand Oaks那邊 那當然Las Vegas 也可以列入考量之內 他們怎麼看到呢 怎麼知道這些資訊呢 其實就是追蹤我們的臉書 或者是追蹤我們的LINE 上面都有特別的資訊 都會開團 截止日什麼資訊都在上面 也會看到很多菜單在上面 那麼多快的速度可以收到 不等看每一團的狀況 不過基本上是兩個禮拜到三個禮拜 都會往那邊送 是 真的講那個麵包啊 我們看了這個琳瑯滿目 你有沒有出算過 你有多少種 我們其實全部算下來 餅乾蛋糕 全部算了差不多200個項目 這還不包括熱食 不包括熱食 我在旁邊就看到了 我的熱愛 冷食 就是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 你知道嗎 菠蘿奶酥 我現在很多人很喜歡 為什麼很多人喜歡菠蘿奶酥 它其實是個懷舊的口味吧 嗯哼 也像蔥花麵包 菠蘿奶酥這種 都是小時候吃到大的 嗯哼 所以它尤其是在美國這邊 你要吃到一個 道地的菠蘿奶酥 你一定會很懷舊 跟臺灣非常非常非常的像 為什麼你這個奶酥 我覺得很難做 其實它只是 也沒有難做 就是一個配方 跟原料的搭配而已 因為也是像奶粉也很多種 它是一個奶粉製作的奶酥 所以它的 它的 怎麼講呢 它的奶粉要選好 然後再來就是麵糰的口感 當然上面的菠蘿皮是重點 咬下去要有那個味道跟那個口感 甜 過甜 對不對或者不夠甜 都會影響 Billy 幫我拿了麥克風 我要嚐一下 好 讓各位知道 您可以看到 這只有奶酥 我覺得你們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你們奶酥非常的多 吃一口 太美滿幸福了 真的啊 所以難怪這次我是廣受歡迎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們 不管是平常 喜慶宴會 生日Party 或者中秋佳節 絕對會到你這邊來 而且呢 一定不會讓你們失望 謝謝你Pilly 謝謝謝謝謝謝 懷念的家鄉口味 JJ小瑤屋 謝謝